脸部的拉皮 最近这几年拉皮手术非常火 我也在讲了 我们的拉皮由大拉皮变成小拉皮 变成微创拉皮 那拉皮的不良反应 它是根据我们不同的术式决定的 比如说大拉皮 我们以前是罐状的切口 那这个地方又会有一些 就是说僵硬 有点不自然 术后早期会出现 但是它效果还是很好的 那有可能还会引起些斑痕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把那个大拉皮 变成小拉皮或者微创拉皮 就希望它的斑痕小 做到无痕迹 然后悄悄的 很大限度的变美变年轻 那我们要做无创的 或者小拉皮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刚做完 它术后的肿胀啊 也是有的 也有可能说是两侧 稍微的一点 因为肿胀啊 或者别的解剖原因 它会稍微的一点不对称 因为我们每个人 两边脸都是不对称的 所以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斑痕和痕迹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在拉完皮了以后 我们的耳垂的位置 可能会有一个轻度的位移 但是这个都是在乎 我们的手术医生 在术中做一个评估 在做一个合适 妥善的一个处理 就会减少这些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